当年央视的最佳拍档的赵忠祥与倪平二人一位录制《姥姥语录》再次相聚 阔别多年的好友在同框不禁眼泪汪汪 时光飞逝曾经的意气风发气质优雅逐渐消退 现在的倪平已经是58岁 赵忠祥竟已古希之年74岁 网友看了也是唏嘘不已 细心的网友也惊呼 这二人竟然越老越有负迹象 然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因为赵忠祥儿子的缘故 这两位主持界的大佬竟然也有了一点亲戚的关系 赵忠祥在做个某节目的时候就曾说到 有一个新年聚会倪平就问我儿子说 赵方你有女朋友吗 说没有 没有正好 他说我有个表妹 我给你介绍吧 后来就是这个人就是我儿媳妇 没想到倪平的表妹竟然是赵忠祥的儿媳妇 这样看来倪平还真的是喊一声赵忠祥赵伯父了 事实上倪平的这位表妹是前夫王文兰的表妹 而倪平的这一无意间的介绍却歪大正着的成就了一段家务姻缘 只能说作为合作多年的两人赵忠祥和倪平之间的情感 已经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到明的 两个人虽不是亲人却胜死亲人 很多时候人们总能看到有倪平的地方 似乎总能看到赵忠祥的身影 而有赵忠祥在的地方却也总能有意无意的发现倪平的身影 可以说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外界所羡慕的 多年过去了赵老师手里有黄忠祥老师的话30多张 本人倪平一张没有 真的假的赵老师 保证保证 赵先生您得说实话 我现在不得不把历史的真相还原一下 我和黄宙先生认识是在70年代末 我跟倪平的认识是在90年代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他70年代末可能带我进黄宙先生家吗 还是十岁小孩 但是赵老师确实没有动笔画 他说这个事实是有一年大概十多年前的一次元宵晚会 他们那个综艺大观进到延黄艺术馆去采访黄宙老师 黄宙老师看到倪平来 他肯定会想起我 说你们来了没把钟祥叫来吗 这个时候他给我打的电话 我赶过去的 但是绝对不能说明在这之前是我不认识黄宙 不是不认识 但你没开始跟黄老师学画驴 赶紧画吧你 赵老师这人好欺负 您平常喜欢欺负赵老师吗 不是喜欢欺负 他确实有事让我说 你没事我随便就编了 退休但依然经常出现在工作面前 甚至赵宗祥也是宝刀未老 在退休后还到一些地方电视台主持过节目 倪平本人也曾再次返回到央视主持过节目 只是两个人的年龄已高都开始退回到家庭中了 最近由于倪平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姥姥语录 再次和赵宗祥等人一起合影 不仅如此央视的当工发弹懂新的人也同样因为此处而相聚 在这些人当中 他的网友看到都觉得倪平真的老了很多 身体发福严重 眼角也有了皱纹 甚至眼大也变得很大 以至于护手网友说 倪平和赵宗祥是越来越像了 拍到的赵宗祥与倪平二人 因为录制姥姥与录再次相聚 后别多年的好友在同国父亲眼泪汪汪 时光飞驰曾经的意气光发 她细节优雅总前消退 现在的妮婷已经是58岁 赵宗祥竟已古希之年74岁 网友看了也是唏嘘故意 激新的网友也情乎 这二人竟然越老越有福